热情的服务态度 殿堂级的华丽 超过百款的美食 Super Buffet是你家庭欢聚 生日派对 吃几聚餐的首选 星期五六日晚餐特别推出 新鲜龙虾和生蚝 星期二特价午餐7块9毛9 晚餐13块9毛9 生日大餐 四位同行 一位免费 星期五 小童八岁以下 任吃晚餐免费 周末更推出超级海鲜自助餐 Super Buffet地址1221 Markham Road Elsme 以北 定做热线C62897788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晚间新闻 转提中港台方面 在香港 一批市民游行到警察总部 抗议警务署署长曾慧雄上任之后 打压示威 又不满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时的保安安排 期间 有支持警方执法的市民 被示威者包围 要由警员保护离开 大约100名市民下午到铜锣湾东角度集合 游行到湾仔警察总部 他们举起一块巨型的黑布 抗议警务署长曾慧雄 为警员阻撓采访发表黑议论 要求他为言论道歉和下台 他们亦不满警方 在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 采取的保安措施 期间有一名女子张开一把 写上支持警方执法的红色雨傘 被游行人士喝倒彩 双方发生争执 扰让了大约10分钟 该名女子由警方保护之下离开 警方透过广播指 活动事前没有向警方申请 但之后放行 今次游行是由网上一个 反英抗暴行动组号召 他们呼吁参加者穿黑衣 拿着黑色雨傘 要求警方停止濫权 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这个月12日再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访港期间的保安安排 委员会主席陶近新 期望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事件 香港警务署长曾伟红早前表示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的保安安排 部分文件属于机密资料 不能提交给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建议 由特首委任大法官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 有助立法会10月中复会之后 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更进 现在我相信要看的东西是保安的细节安排 政府一定是说机密的 但是如果有法官去看那些的 比如那些叫operational order 就是运作的细节 保安排 甚至比如是中央政府 或者哪个领导人的办公室 对于香港政府有什么的要求 如果是这样做了给市民 市民民意也有反应 认为需不需要再在哪个细节里面再查 至于就警务处处长曾慧雄提出的黑影论 陶锦身表示 欢迎有关的电视台 丽港城保安署 和相关人士提供资料 也邀请了港大的代表 出席特别会议 但尚未收到回复 港大学生会质疑效方 成立小组检讨中国副总理李克强 到访港大的保安 过程欠缺透明 要求重新成立独立的调查小组 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志雄反驳指 小组的成立和工作原则 是由校务委员会一致通过 未展开工作就下定论并不公平 我自己就很希望 几日之内可以有整个名单公布 我也都跟黄主席说 我很希望他们可以下个礼拜 就开工开第一次会 我很希望大家会看到 这个小组是可以尽快做功夫 而交到这个报告出来 我也都希望大家都会看到 我们公布的名单之后 是一个真是有代表性的名单 这个检讨委员会 是会将那报告交给council 我也都昨天跟有些媒介说了 council看完之后 一定会向大家公开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 日前出席替补机制资讯会 被示威者冲击 林瑞麟表示 日后会跟警方和主弹班围 多一些沟通 由此政府充分聆听各界的意见 我们8月份的第一场公众咨询的期间 整个两个小时 其实他们是不断圈扬 也都表达他们的意见 所以当天我见你们的时候 我说正反的意见 我已经充分是听到的 同样你在第二场的公众咨询 不论他们正式入场 或者是非正式入场 不守规矩的入场 他们的意见也都大家充分看到 听到 林瑞麟下午出席宣传 区议会的选举活动 场外架起铁马 也有大批警员和保安戒备 保安明显加强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的 民望意见调查 上个月访问了800名市民 发现行政长官曾荫权 只有46.5分 下跌了0.5分 三位市长之中 政务司司长唐英联的评分最低 只有44.1分 比7月的评分下跌2.2分 至于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评分 就稍微上升0.8分 升至45.4分 而律政司司长黄仁龙的评分 就变动不大 是53.1分 还有几个星期就是中秋节 不过一帮因为患病住院的小朋友 就未必有机会出外庆祝 在香港 有义工团体在中秋节之前 到医院探望小朋友提前庆祝 戒节章节 对一帮患病要住院的小朋友来说 春外赏月 玩灯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义工队和院方代表 特别准备了礼物和守债的灯笼 送给小朋友应节 在病房的小朋友 每个人需要住院的时间都不同 但在这个中秋节前职 他们都有同一个心愿 就是快点康复 不用再在医院过节 小朋友的愿望是出院 医护人员或者会期望多些人手分担工作 现时玛丽医院包括儿童心脏科 麻醉科等的人手都相当紧张 这种服务又不是一般性的医疗服务 是比较专门的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新请的护士 我们会有一些知心的护士 有些是现职的 有些是退休 我们特意请他回来 就会带着一些新的护士 希望他们快点去掌握到那些基本的需要 我们才会放心 让他们完全去投入服务 医院吸纳了今年毕业的医生和护士 相信有助舒缓人手短缺的问题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 精神和健康饱受压力 香港一项调查发现 超过一成半的受访者 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 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寻求协助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随机访问了一千多个 年龄介乎16至75岁的市民 发现大约17%的受访者 有明显精神疾病症状 主要是有抑鬱症和焦虑症 当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 会寻求帮助 焦虑症的患者会感到胃部不适 经常叹气 容易紧张或者身体肌肉不能放松 精神科医生指 有明显精神疾病症状的人 容易出现肌肉 骨落 呼吸道 心脏 和消化系统疾病 中年以后产生的抑鬱症 给市民亲身体验恶劣的生活环境 自己的国家发生战乱 无可奈何要离乡别井 在边境要用值钱的东西 贵路士兵只能入境 到达营地之后 一心以为能过一些安稳的生活 但其实外面无论早晚 都有持枪的士兵监视和威胁 在营入面 难民还要被逼学习另一种预言 受伤的人 也只能够在设备简陋的医疗室 接受治疗 住的地方只是简单搭乘的帐篷 饮用的水 也要用穿过的鞋交换 还有不知什么时候 会受到炸弹袭击 这里其实是香港一个 无疑难民生活的营地 令参加者体验 在恶劣环境之下生存 其实要面对很多困难 体验营的设计人员指 希望透过亲身经验 令更多人关注难民的生活环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 全球现时有超过900万名难民 亚洲占超过500万 主要分布在伊朗和巴基斯坦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趣闻 以及天气消息 晨早360 朝朝好有盈 郭月宇主持 陪你吃早餐 最新即时资讯 新鲜社会生活话题 晨早360 星期一至五 早上7点至9点 早晨 37点又受不受得住呢 大事在上周反弹200点的跌走之上 如果能够在2600点 维持一段时间的再下跌 反而有机会 做成一个更持续更新的下跌 而目前的急错 反而有二次探底的走势 再加上 更多是被欧美所拖累的客人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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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中國各地的歷史人物和發明改變微微導出 由觀眾去發現和研究以學習的角度 專業的評述 用英文將中國的文化 傳統發揚到世界每個角落 發言 逢星期一至日下午兩點 為你播出 歡迎回來最後一節的晚間新聞 日前 台中舉辦了2011年遙控模型飛機大賽 來自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擱展所場 現場不僅能夠看到不同功能 五花八門的飛機 而且這些模型飛機 在空中表演的花式特技 精彩程度亦令人大開眼界 F15模型戰鬥機以高速衝上天際 在空中盤旋 接著再來一個360度的翻身 逼真的場面簡直好像真的戰鬥機在表演 接著單羅船長遙控機出場 打側飛 倒轉來飛 如果還不夠 你照高難度的空中垂直正指 絕對令人讚嘆 比選手展示遙控技巧的3D立體花式飛行 搭配音樂旋律 一架架遙控直升機 都發生為動感韻律的舞蹈表演者 現場的觀眾目不下級 掌聲不斷 郭伯偉高手齊閘 其中年紀最小的是來自南韓的8歲選手 不要看他年紀輕輕 但拿著遙控器的時候都恥無恥樣的 而這位奪得08年分級組冠軍的選手 面對各國的頂尖高手一樣都是信心十足 這場遙控直升機比賽 今年已經是第8年舉辦 吸引接近100位選手參賽 大家都全力展示精彩絕輪的空中飛行技巧 WOW TV 雷晨日報道 接著看看多倫多的天氣 現時室外溫度29度 各部地區有雷雨 吹每小時15公里的南風 今晚最低會跌至21度 各部地區有雨 再看看多倫多的未來5日的天氣預測 今天的晚間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各位收看 再會 之後再看看多倫多的天氣 我中心ilen你 是進去的